那针对马英九到访中国的这个讯息呢 有些中国网友也表示关心了 大部分的民众把他骂得很惨 说台湾人又来要饭了 说马英九是个臭要饭的 那有中国网友说 看到微博都在骂姓马的 我就放心了 但我担心的是 万一台湾人翻墙进来看到 大家这样骂他们的前总统 不知道台湾人心里阴影面积 你看这些就是经过洗脑的人的想法 他以为台湾人都跟中国人一样 骂得国家总统就会玻璃心碎 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还会跟你站在一起 拍手叫好就该骂 骂得越痛越好 对吧 台湾人跟你们思维不一样 不像北韩人跟中国人一样 一骂习大打 一骂金正恩 玻璃心全碎了 然后就要出尊你 台湾人不会这样子 你就算今天不管是骂的蔡英文 还是马英九 每个人的立场都有不同的立场 你可以去批评国家级元首 都是没有问题 这也就证明了台湾就不是跟你们一样的 好吗 还在这里面自说自话 担心台湾人会很伤心 所以你不要拿你这种思维去 这其实也就印证了 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们遇到这种状况 就会有心理阴影灭积 你们就会玻璃心碎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表示 臭要饭的 听国内新闻说 九成以上台湾人都支持他来大陆 我认为如今这种局面 是台湾人对蔡英文失去民心 已经尝到台独带来的苦果 最终还不是要回来大陆国内捞好处 怪不得台湾人都要支持他来要饭 这里用词都很奇怪 听国内新闻说 九成以上台湾人都支持他来大陆 那台湾不是中国吗 什么叫国内新闻 那如果是台湾报道 就叫国外新闻 是吧 你这国内新闻 这个也太假了吧 听国内新闻说 九成以上台湾人都支持他来大陆 九成台湾人 我估计我现在问十个人里面都有九个人反对他来中国 哈哈哈哈 台湾要饭的来了 可怜 台湾人一边骂大陆 一边厚脸皮 来找大陆爸爸要饭吃 大陆人不傻都在骂 此时此刻台湾人是最难受的 你们马英九被我们骂臭了 台湾人破防了 弯弯别哭 这个小粉红的逻辑也是跟之前的都是如出一彻 都是洗脑的结果 他们都认为台湾人看到大陆人如果都在骂马英九 觉得台湾人都破防了 内心的防线已经崩溃了 台湾人玻璃心都碎了 这个我就不再做刚刚的那个回应了 都是一样的逻辑 台湾人不会玻璃心碎 你们越骂他们越为你鼓掌叫好 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 那还有其他的小粉红表示 可怜 没钱了你们台湾人就跑来大陆捞便宜 如果有骨气像我们一样从来都不去台湾了 像你们一样有骨气从来都不去台湾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台湾 对吧 也的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席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去过台湾 但你们也好意思天天打嘴巴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不就互相矛盾了吗 既然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你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没去过自己的领土 你好意思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在这边还说什么 像我们一样 有骨气就不去台湾 台湾不是你中国的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有骨气不去台湾 所以这些小粉啊为了喜从来都不讲逻辑 就互相打脸 互相矛盾 还有其他的小粉说台湾人这下尴尬了 以为我们习大大会去接见所谓的马总统 殊不知你们只是一个省 习主席是国家元首 哪有时间接见你一个台湾省长 台湾人撒发尿照照镜子吧 还有其他人说 这次新中国建国以来台湾首位省长采访祖国 采访祖国来访祖国吧 什么采访祖国 背后也代表着三千万台湾人对追求祖国统一的期盼 你确定呢 背后也代表着三千万台湾人对追求祖国统一的期盼 所以你的意思 马英九到访中国 这是代表着台湾的民意 不要用中国的那个思维 不要认为习近平出访到其他的国家 他代表着十四亿人的民意 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民意 因为中国人没有选票 中国人只能让他去代表 所以你在这边会按照中国的那个思维去认为 台湾跟中国一样的 也是由一个国家级元首代表着一群人的思想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马英九不是代表所有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思想 不是这样的 好不好 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 马英九不能代表谁 更不能代表全体台湾人民 而且你在这边说什么台湾三千万 台湾人对追求祖国统一的期盼 台湾一共也就两千三百万人 你哪来的三千万 你梦里的三千万吧 而且你说的是三千万人都追求祖国统一 台湾一共也就两千三百万 你再想想这两千三百万里 又有多少的台独分子 对吧 你这边的不减反涨 还涨到三千万 我也觉得这个中国的统计数字啊 一直是拿来当笑话的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以前的疫情就发生很多这个数字的笑话 数字 全国就那么几例数字啊 当时我记得台湾有一次都几百例 几千例了啊 中国还只有几例啊 就是把台湾列为了国外 关键时候啊 他也知道把台湾当做其他国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国际局势 大家都在互相的选边战 就是新一轮的冷战即将开始 那中国虽然一直单边的去强调其他国家 不要玩冷战思维 其实中国自己也在一直在玩这些东西 前不久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就去拜访 俄罗斯总统普丁 谈及了台湾议题 那普丁也明确的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包括讲到了一些 就是很有意味侵略台湾的意图的一些东西 这个时候你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选择要坚持去中国拜访 我觉得是非常丢脸 虽然官方他说啊 这是一个祭祖的行动 但是祭祖我们知道只有半天时间 那剩下来的十几天 你是干嘛 开始啊 说要以国家元首级别的来接待马英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连以前台湾的那个连战来中国的那个待遇都没有 那马英九下飞机的时候 一看哇 惊讶了 第一次没有遇到有红毯的这一个接机仪式 人家好歹也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啊 你马英九看的不尴尬吗 就跟我们普通人下飞机一样啊 就是光溜溜的 什么也没有 这个级别啊 就是有些明星啊 我们看到之前有些中国明星都要铺红地毯 你马英九去了中国 而且这个意义不一样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位台湾的卸任元首 到访中国就真的像中国网友说的 就是一个省长的待遇 所以说把那个脸都丢尽了 马英九去那边真的丢尽了脸 那最终去接见他的官员 也只是中国国家台湾办公室的副主任 也就是国台办的副主任去接见他 连国台办的主任都没去接见他 你知道国台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吗 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个省份啊 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国家台湾办公室 首先这个国台办就是把你台湾作为一个省份 来看待的一个机构 是非常有一个政治意味的 那所以这一次呢 中国官方就是给马英九穿小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网路上 那些官方媒体都是表示欢迎的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说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回国祭祖 预计访问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城市 那他们这些用词就是非常的不给面子 就如同我们刚刚讲了给马英九穿小鞋 说什么马英九回国祭祖 意思就是说啊中国是他的国家 他回国吗 但这个里面又出现了个悖论 那马英九是回国祭祖 他以前是生活在海外吗 你这里用的是回国 那以前是在哪一个国呢 台湾国吗 还是中华民国 那他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对了嘛 所以这个就很矛盾了 所以这些人为了铁 为了这个政治正确 有时候这个反向推就推不过去了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一支短影片 那下一支短影片新闻标题说 马英九来大陆看望祖宗 这是两岸共同习俗 欢迎更多台湾人来探望祖先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的祖先 是在中国要去探望的 这些用词都感觉很奇怪 马英九来大陆看望祖宗 祖宗都过世了 你怎么去看望 还欢迎更多台湾人来大陆看望祖宗 马英九将于3月27号 率团来大陆祭祖交流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今天上午表示 慎中追远是中国人的传统 清明节祭祖拜祖先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习俗 那下一支短影片 新闻标记说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 98%民众支持马英九返乡技术 国台办 欢迎马英九先生回家探亲 还是一样的逻辑 那之前他就不在家吗 他以前不在国内 在其他的国家 所以现在是叫回家 刚刚那一位叫回国 不管是回国还是回家 那台湾就不是他的家 台湾就不是他的国家 所以叫回国回家 这都是什么谬论呢 为了舔不至于这样吧 还说台湾最新民调显示 98%的台湾民众支持马英九 返乡技术 这是哪里的民调 这该不会是中国国民党的民调 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民调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